今個月開始,多家學校爆發常呼吸度感染 幼稚園停課去到27日 現時學校爆發的定義是一班裡在4天內 有3個學生受感染 衛生署在上個星期二開始 規定學校有爆發就要停課3天 等派深喉檢測准給學校 確保同學不是感染新型肺炎 一個星期之後,衛生署收緊規定 學校有爆發要停課7天 包括有29個學生感染的屯門順德聯儀總會里金小學 而臣召會德瑞書院小學部早上也收到通知 因為爆發要停課7天 無論收集樣本、收回瓶、拿檢驗瓶的家長來交 其實都真是順時 我估計是因為3天真的不可能完成到檢驗 所以就變成7天 由3天變7天,當然有很多行政操作 校長說健康放在第一位 即使要停課都會轉為網上授課 相信可以追回教學進度 有線電視記者潘耀昇不得